苏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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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果汁保存的時間 就只有15分鐘 打完之後15分鐘 很多維..像維他命斯 還有維生素 都氧化掉 所以那邊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營養成分 那 所以我就建議你們不要買路邊汁 加了柳丁汁 當果汁喝就可以啦 就直接當果汁喝 不然事實上裡面已經是沒有營養去吸了 因為它壓完之後 它都會擺一陣子 平一平有沒有 而且它又放在陽光底下曬 那他們一下就沒有了 那現在市面上有一種 它一杯啊 360CC 它就要賣80塊錢的 那個蔬果汁 那早期這種呢 它不是在市面上給我們喝的 它是給一些 燒燙商的患者跟 安寧病房的 一些 病人所在飲用的一種果汁 那 剛開始很多人不能接受 因為它是冰人 那你怎麼會叫一個啊 生了重病的人 還是還有冰的東西 這是一種新的醫學的常識跟概念 因為這樣的東西才能讓我們的蔬果啊 保持它最好的營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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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慢慢慢慢就變成很多人接受 現在有很多的 一些那種燒燙化的變換中心 就在飲用像這樣子的蔬菜水果 喔 這種蔬果是 它有幾個處理的過程 它有幾個處理的過程 那對我先預告一下 我這邊有一些要 過期的那個 幾個花草跟那個咖啡豆 我等一下要丟掉 如果你有需要 還有一包那個 這個油都已經處理好了 上禮拜我就留下來 處理這些東西 全部都已經變成冰塊 它需要急速冷凍 它有幾個步驟啊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處理這樣子的 蔬菜水果有幾個步驟 當然啊 先決條件啊 去選好一點的蔬菜或水果 你選有機類的也可以 如果你選的是沒有 不是有機 是一般栽種型的也可以 水果買回來 第一件事情 要先冷藏 買回來之後 請你不要洗 不用洗 直接放冰箱去冰 一定要冰超過兩個小時 一定要冰超過兩個小時 冰超過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啊 你的水果它就變成是冰的 並且它的外表啊 它的外表也會是冰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的原因 是因為 當你經過冰的這個過程呢 會讓水果上面的蟲軟 在你沖洗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就把它沖洗掉 記住 現在洗蔬菜水果 已經不是舊油的觀念 說在洗農藥 尤其是台北的大都會地區 不能只講台北 台北 台中 高雄 這種大都會地區 現在都有一個啊 你們買到的蔬菜水果 其實已經經過一個公司 賺一手 你知道嗎 叫做蔬菜啊 的運銷公司 這樣的蔬菜運銷公司 它同時供應兩條線 一個是傳統市場 你們去一般的傳統市場買 都是經過他們啊 跟榮民收購 並且標售給 那種盤商 載油盤商 標售給一般這種民售業者 另外一條路線呢 是走那個超市 他們會把它包成一盒一盒 像你在超市看到的樣子 那個呢 都是這樣子 運銷管銷公司啊 在控制 這樣子的管銷公司呢 他們專門啊 在負責 除了賺錢之外 還有配送之外 當然它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那就是跟政府配合 來做所有蔬菜水果的管銷的控制 政府要抽驗的時候 就會直接找他們 去抽驗蔬菜水果 送來做什麼 做化驗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做農藥的化驗 現在其實的農藥池啊 是非常非常低的 反而是哪一種比較危險 反而是那種施加栽種 以前我們是不是很喜歡買那種 比方說啊 有人在附近呢 河川地附近 或者是什麼哪裡 我高山我直接去買 一盒一盒一盒 沒有透過任何管銷的 那一種呢 反而比較危險 為什麼 它有良心 它就有良心 當它沒有良心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管制它的喔 因為它沒有接受這個管銷的過程 沒有經過啊 檢驗的喔 所以它那個農藥 到底放了多少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洗蟲卵 現在一直在告訴推動就是 要是把這個蟲卵清洗乾淨 那蟲卵清洗乾淨呢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用大量的水去沖洗 它很容易就會沖洗掉 只是有個小秘訣 它就會先冰 先冰過 那蟲卵啊 它是一種 跟我們一樣啊 是一種動物型的東西 遇冷它就會收縮 而且它幾乎不太會再活動 那你把它剝開之後 或者是直接進去沖洗 它很容易啊 就會脫離 因為被冰過 它很容易就脫離 所以你在清洗的過程中 很容易就把它清洗乾淨 所以你買完一定要記得 要先冰 冰完兩個小時之後 就開始清洗 開始清洗 在你清洗的過程中啊 請你用冷水 不要用溫水或熱水 因為我講過 這樣的維生素的話 很怕熱 你的溫度啊 只要超過四溫啊 八度以上 這樣子的維生素 就開始流失了 所以一定要用冷水 很多媽媽都會用溫水 因為她覺得那樣會比較乾淨 不對 你要保留她的營養價值 所以必須要用冷水 冷水洗完之後呢 要把它過一下冰水 讓它冰鎮 就是確定它的溫度啊 不會因為在你這樣的沖洗過程中 而提高 因為我們的水溫啊 通常大概 中間大概是十幾度 夏天大概會有二十幾度 甚至中午曬過太陽 那樣的水溫啊 都已經到達四十度 所以呢 在這樣沖洗的過程中 我們要讓它再冰鎮一下 我現在講的過程中 還沒有削皮 如果是葉塞類 輕力要把它剝開來 把它剝開來洗 這樣子 清洗 冰過一下冰水之後 才開始做 削皮 好 那 我們通常會削皮的啊 是那種 必須一定要削的才削 比方像蘋果 是不削皮的 記住 做蘋果沒有在削皮的 好 芭蠟沒有在削皮的 很多人怕芭蠟在凹凹凹凹凹 會有農料的產品 會把它綠色皮削掉 好 不對 葡萄也要保留它的皮 好 這幾種 除了一些 比方說香蕉 好 這種一定是 呃 洗衣果 刺必一定要去皮的之外 好 不太需要去皮的 其實你可以不用太 讓它 故意把那個皮剝掉 還有紅蘿蔔 也不要再削皮 好 我們這麼多會習慣削紅蘿蔔 麻煩你以後不要削皮 經過切割之後 切完喔 切成像這樣的小丁 好 該去皮的就去皮 不用去皮的就直接切成 像我現在手上 這樣子大小的冰塊 切完之後 把它放在啊 含有大量冰塊的冰枕 上面 讓它冰枕 因為啊 我們切是不是靠刀子 好 當我們的刀子啊 跟我們的水果接觸 這樣切開的同時啊 會讓那個水果的這個切 切 切好 會造成啊 一種酸性的氧化 好 所以在西餐裡面的蔬菜 生菜沙拉 如果你有學過西餐的話 你的西餐老師一定有教到 你在這種生菜沙拉的時候 盡量不要切 能用手撥的盡量用手撥 為什麼 因為當你切的時候 它那你就會開始氧化 對 並且會產生酸性骨質 就會讓它的營養價值流失 破案維生素 所以我們切開之後 對水果來講 其實是一個山口 所以切完要馬上放在冰水 而且要大量冰塊的冰水上面 讓它那個山口可以立刻收縮 不會因為那個山口造成酸化 並且讓營養分流失 這樣了解嗎 所以切完一定要先冰過 冰大概一分鐘至兩分鐘就好 不用太久 然後呢 就把它拿起來 裝袋 或是裝盒 放進冷凍庫裡面去冰 放進冷凍庫裡面去冰 一定要冰超過24個小時 因為我們家裡的冰箱冷度不夠 像我們這種冰箱 它可以調整到很冷 家裡的冷凍庫沒有那麼冷 所以一定要冰超過24個小時 為什麼要冰 因為啊 我們這種叫冷熟法 利用這種冷凍讓它熟成 通常我們在空中時 他們合作啊 研發出來的一種 對於病患 可以喝 然後可以保存長時間 並且可以吸收很好營養的 那種價值的一種方法 它利用就是低溫冷熟的這種方式 這是一個最大的突破 它利用就是細胞病撐破原理 讓那個營養價值可以釋放出來 讓那個營養價值可以直接釋放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用這樣子 冷熟來打 冷熟做完了 就開始做腳打的動作 那腳打的動作呢 必須要讓這個杯子裡面的溫度啊 不可以超過5度C 為什麼 因為啊 東西會有摩擦的原理 對不對 當你摩擦溫度就會像這樣 所以呢你打久了 這裡面是不是冰塊會慢慢融化 很多人都說啊 是不是空氣或水加太多 其實不是 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因為摩擦造成你溫度的上升 所以我們不可以讓水果的溫度上升 所以要在這個杯子裡面保持5度C 所以腳打一定要加冰塊進來打 當然可以直接喝 那你也可以裝品保存 裝品保存 要保存在冰箱是7度C的環境中 可以存放一個禮拜 好 那你保存呢 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裝的那個盒子啊 必須是要厚一點的 外面5反CC那種塑膠杯 你知道嗎 它是不是很薄 那個不適合 好 那個非常不適合 它保存的條件不好 所以啊 你要找那個容器要厚一點 玻璃杯當然也可以 如果是塑膠杯 好 你最好是用家裡那種密封杯子有沒有 外面市面上不是賣一種密封杯 它很厚 那個也可以 或者是你去買一些塑膠罐 可是密件罐不適合 密件罐太少 技術一定要厚的 不管是玻璃的 好 或者是那種TP材質的都可以 把它保存好 鎖緊放冰箱 只要你啊 不要讓這個溫度啊 提升到8度以上 它的營養價值 就可以封存一個禮拜 它的營養價值 就可以封存一個禮拜 這樣了解嗎 現在我先來 一種呢就是 水果汁 一種是水果汁 另外一種是蔬果汁 先打水果 這個是芭樂 這是芭樂嗎 不是 這找的 真的是芭樂 真的是芭樂 把它炒成 炒成 炒成 至於量加多少啊 沒有一定 按照你自己 能接受的水果都可以 這是番茄 然後呢 蘋果是一定不能少 幾乎每樣一定要加蘋果 我們用它增加的那種橡翅味 這一顆比較奢侈 這是來自於韓國的水 把它拿來一起做 然後 洗衣果 它叫鳳梨 它鳳梨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增進食啊 很注重 很注重纖維質 維生素啊 然後酵素 跟那個 蛋白 大豆軟鈴脂 那這就是其中一個 加 鳳梨的原因 是因為它增加它的酵素 木瓜跟鳳梨 這兩個酵素含量都特別的高 所以通常我會 可以加這兩個進來 然後可以加 蘋果 沒有太多 好 然後就讓它增加 然後呢要加上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加上三分之一的水 跟少量的冰塊 因為不要讓它的溫度 上升 最後加蜂蜜 好 酵素菜 也有素菜類 我先把 要先加熱水果 先加進去 我講過啊 蘋果鳳梨是不能熟 蘋果要增加了香氣 鳳梨要增加了酵素 然後我會加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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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辣 好 辣 草莓加一顆就好了 不知道它會看一顆 然後呢這個是平台 這是我已經切斷了 大平台 很激洋情 這是紅蘿蔔 你可以不要去買一般的紅蘿蔔 你可以去買這種 蜜紅蘿蔔 就是一種鏡頭的蜜紅蘿蔔 它紅蘿蔔味道沒那麼濃郁 而且它吃起來有點甜甜的口感 這杯我先倒進去 然後呢 這是 這是冷凍好的那個蜗具 因為它那個蜗具也是可以這樣 一般我會加蜗具 加蜗具比較多 然後這是青花菜 如果你用白花菜也可以 青花菜跟白花菜 它營養價值是怎樣 然後一樣要加蜂蜜進來 然後一樣要加蜂蜜進來 這裡有一樣的蜂蜜 這裡有一樣的蜂蜜 有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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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半可以做另外一種 其實那一部分也算是蘇果汁跟黑果汁 它還不算是真正的蒸激飲食 真正的蒸激飲食還要加入另外一種就是大豆軟飲食 那以外面有在賣一罐的大豆軟飲食不加 其實不需要用到這種 一般我們會用堅果類來取代 如果你是用腰果杏仁 葵瓜子 南瓜子 白瓜子都可以 那種堅果類的都可以加進來取代大豆軟飲食的食物 那至於你要加幾種都沒有關係 加幾種都沒有關係 這是那個技能變 這是技能變 然後呢這是腰果 這腰果就把它加進去 然後一起打 好 好 有一次 鋼 酷 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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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平常我們直接飲用不然營養的下午 就會在這種果子裡被釋放出來 最簡單的比方就是蘋果多分 蘋果多分直接是沒有效果 可是因為你這樣脆去打出來 它這樣子的多分才會被釋放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東西他一定要這樣 打給你這樣子的那種招商商的病患 或者是一些案子非常肯定的問題 這就是蘋果之外面很多的跟進是蘋果之外